看看新闻网 购买了一套二手房 但结果钱花了 房子却没到手 发出去多少钱 发出去三百多万吧 将近四百万吧 是现金吗 给出去的 现金 原来方子哥在买房时 遇到了诈骗犯 房东出去伪造的房本 将已经抵押给银行的房子 通过房产中介 卖给了方子哥 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方子哥竟然不是 唯一的受害人 还有另外三位买主 也自称买了这套房子 也就是说 方子哥不仅买了一套 被抵押的房产 还陷入了一房多卖的骗局 但究竟为何在网签过程中 没有显示房产已抵押的事实 这一房多卖的骗局 又是如何实施的 房主是否串通房产中介 进行诈骗 只了解 警方目前已经介入调查 这位实施诈骗的房主 也已经被公安机关 依法滞留 方子哥也将房产中介 一并告上了法庭 但该犯罪嫌疑人 拒绝透露诈骗所得款项的去向 这就意味着 方子哥夫妇的这笔巨额损失 是否能够追回 还是个未知数 而我们也在第一时间 联系到了当事人方子哥 据他透露 他们也还在等待 在法院的开评通知 我们栏目也会持续关注该事件 进展就是等着 那个 法院 所以你也有开评 娱乐新天地 买房付款 徐锦盛综合报道